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5349的先锋等等 但是留下的一些股票的确在上个礼拜五 它还是有些血受到一些些的影响 但是我们整个回过头来看 我们接下来几个重点的方向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请你务必要提高您整体的现金的比重 至少要达到70%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盘 我们讲几个重点 请各位一定要听得懂 就是说包含了像什么 虽然说英国的脱欧的公投的事件 出乎意料的之外的 它产生一个脱欧公投成功 这样子的现象 但是它是一个实质面 信心层面跟实质层面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实质层面 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这么的大 为什么 因为包含了像台湾对英国的出口 占的总额顶多才一点多个百分点 那本国台湾的银行 对于是个所谓的这个英国这边的 铺险部位也差不多才1.1兆 占总体的这个部位 44兆的这样子的比重来看 大概是0.3个percent 出口占一点多个percent 然后铺险部位带0.3个percent 所以就实质的角度上来说 英国的脱欧对台湾来说 目前暂时影响不是这么的大 再加上它英国 它又必须有一个所谓的协商时期 跟欧盟之间的协商 但是这个是实质层面影响比较小 但是现阶段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还是要提高现金比重 因为现阶段是信心层面 开始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我想各位心里应该都很清楚 我请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这盘纵使它在往上拉 你会去买股票吗 自营商会去买股票吗 外资会积极的冲进去买股票吗 你觉得呢 但是外资它有不得不防守的原因 是因为它先前在这段往上拉的过程当中 它在8500点以上买了太多的现货部位 所以你才会看到上个礼拜五的期货多单 增加了1721口 然后今天又增加了4000多口 但是反而它现货是小幅卖超了15亿 那如果你有去观察选择权的话 你就知道外资到底现在在干嘛 而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礼拜三是摩台结算 所以投资朋友赵老师在这边 要郑重的提醒各位 你接下来整个盘 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明天后天 务必调整好手中的股票 该卖的赶快把它先卖掉 不要怕卖错 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请各位去回想过去 你在赔大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请各位好好地回想 您过去在赔很多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时机点 是不是都是在你拗股票 拗很多一路死抱着不肯卖的时候 了解赵老师的意思吗 现阶段的盘 既然它是一个信心层面的问题 那筹码又开始慢慢地有所变化 举例来说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今天4174的号顶 号顶是内置的指标股市一 为什么它会突然性地在12点 刚刚好这么准时地 就一路往上往下卖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现阶段它是信心层面的不足 那表示什么 表示有一些卖压的产生 就会引发更多的卖压 然后下面低档承接的预言又不高的情况之下 那它的跌幅就会比较大 就会更大 所以同志朋友这是赵老师中心的建议 你务必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 趁着外资它要做磨台结算的同时 赶快提高您现金的比重 该卖的股票要卖一卖 然后该留的你可以试图留一下 但是至少70%的部位 你要保持现金 以便接下来灵活的操作 而更重要的另外一点是什么 更重要的另外一个重点是 接下来整个盘式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如果说您不知道什么样的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哪一些是该留 哪一些应该是真的一定要卖的 欢迎各位来电登记 告诉张老师的助理 你手上的股票是什么 成本在多少 张老师会操控赶快回答各位 我想这样子的 这个亲自持股诊断的活动 张老师在上个礼拜次就正式开始 每一次张老师在办持股诊断 整个盘就是张老师认为 开始会有一些风险产生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在上一次 4月19号张老师也是公开 在节目上面告诉你赶快来电持股诊断 调整好股票 张老师会亲自回电告诉你 哪些股票一定要卖 那时候一谈完之后 指数往下杀 后来那一整个礼拜 每天都在帮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持股诊断 后来指数一路往下崩盘 没错 那到了上个礼拜 端午节前夕 端午节前夕是第二次的持股诊断 当时也跟各位讲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又多片线 所以我们当时又办了一次的持股诊断 连续三个交易日 三天的时间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到后来就放端午节了 后来指数也是开始又往下杀 那这一次在上个礼拜四 张老师又再一次的举办持股诊断 你会发现每一次持股诊断开始之后 往下崩底 持股诊断开始之后往下修正 持股诊断开始修正之后 他又继续往下修正 所以投资朋友 赵老师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的 务必在接下来两三个交易日之内 提高你的现金比重 至少要达到70% 那你不知道手中股票该怎么调整 该怎么卖的 来电登记好 张老师会回答你 亲自告诉你 该什么价位卖 这张股票到底该不该卖 这是第一个问题 而在请你来电登记好的时候 顺便请各位一定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关键 你一定要询问我们的助理 这个关键是什么 这个关键就是大盘的多方马其诺方线 我刚刚一开始说过 这个时间点 整个大盘 不仅仅是台湾的加权指数 甚至包含了全球的部分 你都可以发现到 他现阶段这个时间 因为英国的脱欧事件之后 所产生的一个信心层面 开始严重动摇了这样子的状况 好那在信心层面开始严重动摇的 情况之下呢 那自然而然多方他一定会产生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防守的马其诺方线 因为这个位置一旦失守 法人他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所谓的城市的停选脉压出来 所以您在今天来电的时候 务必要把这个关键位置并且一并询问到手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 到底该如何操作 这个位置一旦跌破 这个马其诺方线一旦跌破 赵老师也要提醒各位 这个也是赵老师接下来 会带着会员朋友操作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我们今天特别再一次的呼吁 我想您都很清楚赵老师不是十多头 很多投资朋友为什么做股票会亏钱 是因为他看上了一档股票买进去 然后不断的去找寻力多 一直强化自己 认为应该要紧紧抱着这档股票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就是您最容易亏钱的时候 举例来说像以前的宏达跟1300的时候 举例来说像以前的TPK 是不是当时TPK 您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强化自己 说我TPK很好很好很好 所以导致于您该走的时候不走 结果后来一下去套住了舍不得卖 就越套越深 所以我今天倒是再次的重申 现阶段这个盘式 我们再来看几个重点 你在逢潭的时候 务必要调整好你的持股 提高您的现金比重 几个重点来自于国际热钱的动向 第一个是美元对日元日币升值的幅度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日币本来就是一个避险资金的 这个流往的方向所在 第二个部分美元指数的部分 您可以看得出来 在上个礼拜五开始出现一根长黑 然后现阶段在处于一个短线上震荡的位置 那如果说一旦向上突破呢 那是不是表示有更多的热钱 撤出又继续流往这些比较稳定的国家 比较成熟的市场 算是一个避险的思考的逻辑 所以整个重申 我们今天整个节目 重点就在于你要提高现金比重 至少要70% 而第二个 趁着外资他在反弹的时候 防守做摩台结算的同时 务必好好调整好手中的股票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没有在上个礼拜四 亲自来得及回来电 给正好生的朋友 现阶段趁着盘式 他开始有反弹机会的时候 未来这两三天的时间 务必把握卖股票的时机点 不好的股票 弱势的股票 请务必一定要调整到好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大盘多方有一个重要的 关键的马其诺方线 这个马其诺一旦失守 任何反弹皆卖点 而且皆是逃命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 而且这个马其诺方线 距离目前的指数位置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今天这个关键位置 还有手中持股的问题 务必来电询问 来电登记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不贵地 有什么误会票